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虫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 就是国会的议长呢 刚刚宣布呢 从今以后呢 那些在国会里面呢 乱乱讲一些呢 歧视种族 歧视性别的言论呢 将会被罚款一千块 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个一千块不多 但是呢 它其实是一个 象征意义 多过惩罚意义的东西 因为呢 就是呢 罚你一个一千块呢 并不是要你那个一千块这个金额 纯粹是呢 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你在国会里面做错了一件事情 所以你明白吗 我说的象征意义呢 这个意义更加大 OK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指示 为什么呢 会有这样的东西出来 你要知道啊 我们的国会议员呢 他们在国会里面的时候啊 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权利 就是呢 免控权 他们在国会里面呢 讲话呢 是不会被告上法庭的 谁都不能告他的 除了他们讲一些煽动的言论 煽动的言论呢 主要是针对那三个R 就是 Royal 皇室 Rex 种族 还有一个是这个 Religion 宗教 关系到这三个R的 煽动的东西 他们还是一样可以被告上法庭 但是呢 如果是这三个R以外的东西呢 那种啊 纯粹羞辱人啊 诽谤人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呢 是没有 被提供的 你是不能够告他的 他在国会里面就是自由讲话的 所以呢 就因为之前这样的情况呢 你可以看到的很多国会议员的 好像猴子这样啊 在国会里面乱乱讲话 甚至讲粗话 比粗话的手势 什么都可以了 我告诉你 所以 你看啊 他今天呢 这个国会议长呢 他定下了这个Law就是呢 以后国会议员呢 谁乱讲话 尤其是讲歧视种族 歧视性别的言论的话 就一定要发一千块 OK 其实呢 主要是针对谁 我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了 讲歧视性别了 最出名的肯定是 巫统的元帮摩托 帮摩托呢 他在很多年前啊 在国会的时候啊 他曾经有个很出名的言论 就是越漏论 那时候呢 冯宝君还坐着这个火箭的国会员 那时候呢 冯宝君呢 就啊 抨击那个国会大厦漏水的课题 然后这个 帮摩托呢 就在那边呢 在那边可以说是姓少佬了 他说国会哪里有漏水 他讲漏的是你罢吗 你每个月都在漏吗 就是在影射他的月经之类的了 OK 所以那时候就引起了很大风波 这个是一个赤裸裸的性别歧视的言论 OK 然后呢 这个帮摩托呢 他的这种很构历的言论 不止一个两个了 还有更加出名的就是 这个大家应该记得了 看他这个手势 你知道他讲什么了 F字头的 OK OK 讲完性别歧视啊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种族歧视了 种族歧视呢 之前也是一个很出名的 也是以前 巫统的国会员叫做达朱丁的 他在国会里面讲什么 他说呢 那个行动党的日落洞的议员 印度人头上抹那个灰 他说你那个灰是陈平的骨灰 这个是种族跟宗教的歧视 那时候没有法律可以管他 现在呢 这个议长出了这条罗 这个达朱丁跟帮摩托 如果再讲类似的话 马上要罚一千块 我刚才也说了 那一千块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可以告诉全世界的人 这两个人做错的事情 OK 好 今天呢 我必须总结一句呢 我们的国会的 起码在这一方面呢 有了一些进步了 定下这些law 我相信这些law 虽然罚金金额不高 但是呢 也是有够丢脸的 明白吧 当全世界人都知道 你做错了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很丢脸的 尤其是你的身份 是尊贵的国会员 OK 但与此同时呢 我想延伸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呢 我刚才有说到 这个国会员呢 在这个国会里面有免控权 可以说呢 整个马来西亚 可以讲话有免控权的地方 就应该只有这里了 就是在国会里面 那一个地方讲话才不会被控告 我觉得其实啊 马来西亚的政府呢 要设立很多个演讲角落 不只是在国会里面吧 就是在各种各种很多人聚集的地方 比如讲一个广场啊 你可以设立一个小小的台啊 是一个给人家演讲的空间 当呢 人们呢站上那个演讲台的时候呢 他在那个地方呢 讲的话呢 也是有免控权 在一些先进的国家呢 都有这样的东西 即使是像新加坡 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是他有规定一个地方 你人站上去讲话是有免控权的 当然你还是不可以删冬啊 OK 这个啊就是啊 啊 言论自由的证明哦 啊 人民言论自由进不了的证明 啊 所以呢 我说这个 言论的免控权呢 不应该只是在国会里面罢了 我其实希望政府可以考虑一下 啊 在那些人多地方 广场之类的 可以设立一个演讲角落 让人们可以站上去讲话 然后是有免控权的 啊 OK 啊 讲到国会了 国会了 我就在这里跟大家穿插一个小故事了 啊 跟我今天讲的主题没有关系了 就是呢 啊 我是人生是去过好几次国会了 啊 然后我第一次去国会的时候 就是六年级 六年级的小学毕业旅行的时候 啊 那时候啊 我很记得 我们一群学生的啊 啊 啊 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放我们进去上医院那里 啊 啊 我们就跑去去上医院那边等 因为啊 我们要等着进下一院 因为那个时候呢 开座会的是下一院 上医院是没有改回 上医院是空的 然后 那些加咖呢 就放我们去上医院 然后我们上医院里面玩 啊 顺便等着进下一院 然后那时候啊 真的没有人管我们的啊 啊 不然有啊 有老师在后面看啊 啊 那时候呢 我记得我们一堆小孩子就在上医院的那些啊 医院的椅子那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 然后那时候呢 啊 我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事情啊 啊 我的朋友们呢 是在那些椅子那里跑来跑去 我也是在椅子那边跑来跑去 但是呢 我呢 是跑向最高的那张椅子啊 就是那个医长的那张椅子 我那时候呢 我还以为那个是最高人手坐的椅子 啊 我一去到那边 我就看 哎 有一个 黄色的那个 cushion在那边哦 啊 那个椅子 在屁股那里 啊 我就马上坐下去 然后我看到啊 那个老师啊 是不是在那边看着我们 但是也没有阻止我们啊 ok 啊 然后啊 我的朋友呢 看到我坐下去了啊 然后他们也过来 啊 ok 这是一个趋势啊 然后之后呢 就 啊 叫我们 ok 要准备排队 要去下一页那边 啊 看他们开会 啊 给这个故事是 多少年前 32年前 哎 不是32年前 我12岁 我12岁 那时候是1996年 1996年 已经多少年了 啊 27年了 27年前的事情 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啊